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基础决定上升建筑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传导作用 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 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从实践上来看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 这是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活动所展现出来的成功的做法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 改革的领域不断扩大 但始终没有偏离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 进入新时代 我们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的这个改革的规律 是实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方法论的原则 坚持改革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就能科学的坚持问题导向 遵循问题的逻辑 有序展开改革的序列 我们都知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排在了改革任务的首位 要求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这释放出什么信号 有哪些亮点措施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 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一个目标要求 第一条任务就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 进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环境 这样就能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的活力 这里面特别有我关注啊 他提出要制定民营经济的促进法 这个意义啊 我觉得非常重大 这是我过首次啊 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呢 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这样就把更好的营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呢 提出到了一个法律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第二部分针对着市场体系的一个完善 他首次提出了要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 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啊 落后于商品的市场化改革 特别是在生产要素的市场 价格机制不活 要素流通不畅 市场激励不足的问题啊 是存在的 推动建立健全劳动 资本 土地 知识 技术 管理 数据等生产要素 由市场评价贡献 按贡献决定报酬的这张机制呢 那么对于完善要素市场的改革啊 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条呢 关系到这个市场机制的建设 他提出要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 特别是优化新业态 新领域 市场准路的环境 这一条啊 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 最近社会上可能关注什么无人驾驶 汽车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新业态 新领域 对于这样的一些创新的领域 那么我们要有改革的思维 和建立一种创新的机制去完善 您刚才提到的无人驾驶也是新制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我们注意到决定对促进新制生产力发展做出了部署 提出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攻击 建立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 以国家标准来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那这将为培育新制生产力发挥什么作用呢 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比如对于新的培育 我们就是说在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的供给 建立未来产业的这种投入增长的机制 我们知道新赛道往往是一个无人驱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发展 还需要不断的去探索 如果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呢 往往因为我们认知上还达不到 还不够充分 就会导致我们的制度供给 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保障呢 难以同步实施 进而就会自走这种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 因此呢 要尊重产业发展的规律 基于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阶段 市场的规律 技术阶段和技术的正负外部性 对应呢 提出符合产业发展的这种制度 同时对于这种传统产业 也所谓是旧的这个改造 那么决定提出呢 要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要支持企业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 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转新升级 就需要重视 把新技术应用 随着我们现在数字经济的这个时代到来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新技术推动产业的重塑 就为传统产业赶造升级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奇迹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智商产业的核心要素 决定呢 提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改革 那这有哪些亮点和影响呢 我们注意到啊 这是决定中啊 把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是紧跟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之后进行阐述 在这个内容摆布上啊 他放在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 这凸显呢 创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作用 高质量发展呢 不仅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 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 效率以及可持续性 而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 尤其是需要从体制机制上 确保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个决定稿中啊 提出了三大改革 一个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第二呢 是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 三次提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 决定在健全推进新型成人化体制机制中 首次提出了要推行由常驻地登记户口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还提出了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的土地权益 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宅一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探索建立自愿有偿推出的办法 对这些内容你怎么理解呢 决定提出要推行由常驻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法 这将进一步解决进城务工农民 以及他的子女上学就医的难题 有利于改善进城农民工的处境条件 农民工已经达到接近三亿人 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也接近1.3亿人 让他们平等地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 意义非常重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让农民进城不是要无偿地剥夺农民在农村的这种财产权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的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都是法律赋予着农民的财产权利 也是农民的财产性收益的重要的这个保障 因此决定的提出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 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探索建立志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绝不会以各种民意去强制农民退出宅基地 这就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接下来我们关注目前世界的局势动荡 中国面临的外部不具体性也在增加 那决定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子方面有哪些新局所 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策 外资企业也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积极的贡献者决定 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利用外资进行了一个浓墨仲裁的表述 一是要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 强调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一个制度环境 比如近期我们关注到我们对一系列国家实现单方面的免签政策 这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知道大街上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二是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路 提出要尽快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路限制的措施 清零的要求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合理缩减外资准路的负面清单 扩大服务业的开放 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 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的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加快推进了离岸贸易的发展 三是要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 提出要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的发展 保障这个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的许可 标准的这个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好最后想要请问您因为老百姓非常关心 新一路的经营体制改革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呢 怎样让改革真正汇集我们的老百姓呢 我们知道我们抓改革处发展归根到底 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只有坚持为人民而改革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 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才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 这个汇集全体人民 这次我们的二十三中全会的决定呢 全篇的都体现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价值取向 那么总结下来这几个感受哈 一个是怎么把经济做得更强 因为只有经济更强了以后呢 那么大家才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就业 才会这个对未来更有盼头 第二呢是怎么把人民生活变得更好 那么让大家的民生更改善 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条件更好 能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个就是怎么把公平正义体现得更加充分 这些呢是一个整体系统的谋划 既考虑到了当前也谋划了长远 这样呢都能够汇集到全体老百姓 让老百姓呢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好的 非常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解读 让我们对参中全会的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本期《中国交流面对面》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